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早間的士司機架西報告 現在又是開工日子 開工 找客人沿著青山公路 來到這個位置突然有客人 他在路中心突然走出來 他在葵沖村很短 但很少 開工這麼快 突然間有個街客 所以都蠻好運氣 雖然是短一點 沒什麼所謂 很快就完成 早上沒什麼車 而且這麼早開工 然後又馬上有客人 蠻好意頭的 但你看到葵沖村排了五、六部車 你就知道平日早開工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平日五點鐘至六點鐘 基本上很難找客人 你現在看到這條街都是小貓三、四隻 去哪裡找客人呢 我就嘗試去泳池那邊 但在這個位置突然間又有客人 又有葵沖村 他就說去醉酒灣那邊 我問清楚一點 他就說 在晉升工業大廈附近 那就OK啦 但其實他實際上是去光明頂的 但可能他怕我不知道 因為他看我的樣子 可能比較年輕 怕我不知道光明頂這個名稱 因為這個應該是全葵青區的師傅 一聽到就知道一個地點名 就是在晉升工業大廈附近 有個泊車場 專拍的旅遊巴和貨車 現在是經病池這邊 轉右了 現在回到晉升工業大廈那邊 晉升這個位置轉左 然後這裡轉右 上來這裡 就是一個旅遊班和貨車拍車場 正如剛才所說 這個位置就叫光明頂 現在光明頂落了客人 現在又繼續找客人 現在就去著月亭那邊 嘗試去排隊 看看這麼早有沒有車排 一格都沒有 自動做了頭位 等下 等了一會 大概五至十分鐘 你看到不斷有人經過 那終於有客人 那麼就去著月亭去芙蓉山 都是一些短距離 但是都沒有所謂 早上都沒有什麼單位 所以先默默做著 短途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 去芙蓉山 就經上石為閣那邊 那條路 即是六陽後面那條路 那現在就上去 經過六陽這個位 然後轉出去外面的大迴旋柱 好了 入迴旋柱 然後去全錦公路這個位 然後再轉右上芙蓉山 那麼就走這條比較偏僻的小路 就上來這個 應該是竹林善遠 第一次來這條小路 好了 又出回去 那一定沒有人的了 早上這裡 出回去 去哪裏找客人好呢 呃 就是不知道了 那麼 打算去石為閣那一帶 我看見很多師兄 你看前後火 有多少人搭車上來石為閣 拍了 那些人都閘了馬 那我心想算了 我都不太習慣在那裏等 那便走 那便走 那便去尼木樹那邊 那在尼木樹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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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了 那便去到 石禮商場那邊 那便去石禮商場那邊 那便去石禮商場那邊 那便轉回去石禮商場那邊 那便去石禮商場那邊 一扁過 即便.....你們要自己一手腳 上街上的地方 不能進一些尼木樹那邊 全部是推測到 別軌著 這樣的地方 這些路程的地方 那便去石禮團 那便便去羅由 那便要走上橋 來回旋處 然後回旋處 立刻 founded 了X為之 出一個ROPS 現在是4號貨櫃碼頭 在這個集前就被他下降 然後就去排站 排在和和物流中心 看到前面的車 也有人上 但我發現那裡的小巴 早上已經很頻密 5分鐘一間 之後應該沒有人坐車 就算坐車也是去葵方 所以就走就算了 不要在這裡排排 我感覺上那個位置 有些開夜班的人 但好像他們都未必會坐你的的士 或者他們都會叫車 所以就不等了 出去兜一下 放棄了這個頭位 雖然都沒有人在排 只有我排 繼續兜一下 兜來兜去 打算回去穿月亭那裡看看 現在天亮了 你看到現在天亮了 只是車排著著月亭 然後客人應該也會比較多 你看到也有三輛車排著 走下一輛 走下一輛 再走下一輛 那麼我再等多五分鐘 就有這個了 著月亭去美達中心 即是國稅路那邊 那 今天為止第五支棋 全部都是短途的 早上早上沒有什麼客人,就先做吧 沒有說車都短途,或者只是短途會不開心 整天流流長,你要回款有時間回款 去美達中心,轉到國稅路 這個也進了停車場 下客 下客出來已經有點急了,因為剛才在等客期間喝太多水 先去廁所,去一個附近比較好泊車的廁所 這裡轉左進梨木道 再轉左,然後轉右進這條小路 這裡有個廁所 先去廁所 去完廁所出來,已經接到客人 好近喔,在梨木道 上客了 去梨木道,去海防道 這種旗,早上尖沙咀不塞車,走3號鋼線是非常好做的 很暢通 快上快下的旗 這種就是 原本我還想不通的路 差點走出去葵涌道 那條天橋 差點走到西九龍走廊 然後客人說 走3號 我就說收到 雖然我想距離上 和時間上差不多,不過3號就暢通一點 早上 然後走入面那條 就 可能多一兩個燈位 然後就多一些彎位 這樣 但是正常都要走3號鋼線的 去尖沙咀 就說 我一時之間想不通 有時候 早上太早開工 想不通條路 有機會 帶客人提提你 這樣 就沒問題了 對 現在下了客人 在海防島 那 現在就 打算去摩地道那邊看看 那 就接了個客人 在綿燈京 這裡 那就等下 先 下來了 那 現在就上客人了 由綿燈京去西九龍站 都是短途 暫時開工第七支旗 六支都是短途的 一個是長途一點 有 尼木島 來到海防島那邊 那 沒所謂 一邊做一邊做 這樣就 西九龍站 差不多到了 現在 不過 這個時候 開工大約 過半小時左右 去到西九龍站 六點幾 七點 這個時候 我又 自己又不會看西九龍站 那些 高鐵 那些時間 所以 我想應該 應該不會有幾多客人吧 我看前面的車都是走的 他都不去排隊的 那我跟著他走 然後就接了另一個客人 那這個客人呢 就 在 後面 Grant Austin那邊 那就是要繞一個大圈 那就是這裡繞出來 然後呢 其實這個閘口是不能進的 我跟我說 不過我看到他開了 所以就進去了 他跟我說不要在這邊進 所以另一邊出入會好一點 OK 那麼 下次會留意了 那麼 現在去 又是短途的 Grant Austin去 海揮道 海昏公園 四分鐘的距離 那麼 這裡 回船處 轉左 扭右 吊回頭 到達了 你看到都有人來這裡 都有一些的士 這樣來這個位 不知道有什麼 我看這兩個客人都是釣魚客 那 可能 這個中數 是會有一些釣魚客 來這邊 那現在又接什麼客人 就是海帆軒 去 紅磡都會海人 那麼 Google Map 竟然顯示我要去 尖沙咀 經梳士巴里道那邊去 但是 其實是繞了一條大圈路 而且那個時間 又不會真的快很多 因為這個中數的 阿士顛道 其實是 嗯 應該不會很濕的 我再看一看 Google Map 我看到阿士顛道 都是綠色的 那個路況 所以 我不看 就是 我就跟了 我 走到這個阿士顛道 短很多 而且 因為有時候 Google Map 就會推介一條 他覺得比較快的路線 或者走大路的路線 Google Map 是主要推薦你走 主要道路 或者是一些 快一點的路線 但是 正確來說 應該要走阿士顛道 除非客人說 很想走 梳士巴里道 你才會繞一圈 如果不是走阿士顛道 不失車的情況下 就會 就是最正確的 我個人感覺 因為你走一條 最短和最直接的路線 這條就是 那麼快 就來到紅暗站 這個位置 然後轉進去 阿士顛道 轉進去 都會可逸 那個位置 好 下客 那麼 咦 摺壓車停在這裏 洗車 他又要卡在這裏 隨便 可是 那一刻有點心急 因為接了客人 他突然停在這裏 洗車 那好吧 現在又去接另一個客人 下回基尼士南路 由紅磡站 這個位置 由基尼士南路 去全新天地二期 這個客人 都算長途 然後 然後 這個 中數好看家事居島 濕不濕的 希望不要太濕啦 因為很多車都想入紅磡 或者出去 葵涌 旺角 那邊 那 雖然是多車啦 但是都慢慢流動著 不會說 塞到很 很慢 那樣 都尚算OK的 一路一路走 讓一下這個客人 再讓一下巴士 因為巴士啊 這些都很難讓人讓一下 讓一下 那 現在就往 荃灣方向出發了 這個 在這個家事居島 天橋 這裏 是有個快上位的 那 那 我通常都會看一下 有沒有塞到在這裏 那 但是沒有塞到 也不要開太快啦 那 那 這條 這條 這條橋 麗橋上面呢 現在好像長期擺著警車在這裏 但是 它有沒有真的捉人呢 有啊 即是它出口位有一格 其實 那個均速測試 不是應該是 純粹是測試階段 因為 但是 它每天都在這裏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捉人 或者是捉什麼 但是 看到都會小心 都是走七十 那好吧 現在來到荃灣路了 那麼 就要轉回陽屋島 經這個 大迴旋 下回陽屋島 先 那麼 直去 然後就靠左 看看穿越亭 這裏有沒有的士牌 一格的士牌 不是 兩格 兩格的士牌 那 就 都算OK的 就是 不是太多車牌 那 有時候 你是可以從街上 幾多的士牌 在這裏排隊 你就猜到今天那個市房 那 你看到 都不算太嚴重的話 應該都OK 那就 下客 然後呢 那 就去沙咀道 那 都很近 那這個客人呢 就是由沙咀道去青衣村 那 那 就 那 又是這些沒有什麼燈位 非常之快的單 其實我挺喜歡這樣 荃灣去青衣來回 五六十元 五六十元 那樣 那樣 然後 覺得都很好玩 作為全攜青衣 去這些地區呢 感覺上有些親切感 荃灣 青衣去荃灣 其實我挺喜歡做這種 那 那 現在正在去青衣村 但是 排了長龍進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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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就 那 這 那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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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已經接觸了客人,所以沒辦法 不可以載車 但後面剛才的青豬樂客人已經有三、四台客人截車 竟然是這樣 現在到雲福花園 載客人去長髮村 都是一些短途的單位,但默默地做也OK 去到這小時應該都仍未回本 平日來講,回本期 都要三至四個小時 通常三個小時左右 會長一點 平日的單位通常會短一點 又會失車多一點 雖然現在還未失車 因為都沒有太遠的地方 或是出去的隧道 紅水等 東水等 失車 所以都OK 默默在這裏做區內的 其中一個好處是你不用失車 時間是一個的士司機最大的敵人 現在下車後又接觸了客人 但是呢 回旋處出回旋處太多車 然後呢 走一條快速再多一圈才出 然後呢 就現在去浩景灣 浩景灣有很多這些校包 其實 好,現在就去浩景灣上客 那這個客人呢 浩景灣去左敦 去回彌敦道那裏 那就 那就 應該就要走 呃 北橋 然後呢 就轉回荃灣路 這樣一路出去啦 那這裏就 看到那些車是這樣過啦 右邊那邊 不過 就給點耐性啦 走這條線 因為我要下橋 去這個位 然後就出荃灣路了 那現在開始 你見到啦 對比起一開工的時候 車流量是多了很多的啦 那出到來這裏 出到來美孚啦 那一路走荔橋啦 那上荔橋 那 那 那 差不多到 又是長期有部警車放在這邊 即是兩個方向都有 那 那現在就是 洛蘭麗橋啦 那 這個位置就開始有一點點 擠實啦 你見到 停了在這裏 已經是調了10倍的速度啦 這個畫面 但是你見到真的停了在這裏 那 一次燈 那 看看 第二次轉燈 過不了這個位置 是過不了的 那這個位置呢 要等第三次轉燈 才過得到的 因為很多車呢 是會 呃 即是 去靠右線 去出大角咀那邊 而 而 駱橋的車多數都會靠左線 就造成這個問題啦 就會有點 擠實 那 好啦 現在轉回到這裏 之後 就 經 咸美頓街 就轉右 出來 敦道 那一路去到過了左敦道 才會 下客的 你看看 現在這條彌敦道 都OK 暢通的 然後 人 加上的人 都開始有一點 不是叫很多啦 但是都有啦 很多店舖都還沒有開的 便利店的也有開啦 或者早上的店舖也有開 那一落客 然後又去接另一個客人 那 那 現在就去Dirk Austin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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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敦道 其實 盡量靠著右線 會好一點的 因為佐敦道經常 巴士落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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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佐敦道好像 那裏 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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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去Austin 那裏 上一家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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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西碎 那麼 我都試過在奧斯汀被人要求走紅碎 不過他喜歡失敗 都沒辦法 但這裏其實這麼近西碎 走西碎就會 司機會開心一點 你不想有個 差的體驗的話 走西碎 不過你起到西碎 9點鐘左右 是開始會失敗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多人都覺得 西碎 怎麼都不會失敗的 其實西碎也是會的 然後呢 因為我坐開 因為我有份正直 我坐開那些去西碎的巴士 我都發覺他們走的慢線 是快過所有私家車的 你可以看一下 右邊的私家車 你是會一路過了 走著最慢的線 不過這個是一個 小小秘密來的 不要跟那麼多人說 我相信也不會有很多人看 影片而已 也不會有很多人看到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麼有耐性看到這個位置的話 這個是我可以 分享的這件事 但真的不要周圍跟人說 我不想這條路走不了 好 以後 那麽就 現在就轉出去 林士街這個位置 然後再去 中原大廈落客 然後就接另一個客人 那麽就現在就去西環那邊 接那個客人 回到九龍 好 車開始多了 客人在津澳那裏 即是近水街那裏 但是呢 德庫到西 有些位置可以調頭 有些位置不能調頭 所以唯有叫客人走來對面 停下這個雙黃線 所以退後一點 然後就要客人 走過來對面 現在就水街去西的龍站 距離上很短 5公里 很少有這麼短的過海單 但是無所謂 過回九龍我都想的 就是這樣做這些過海呢 其實因為過海就短 這種已經是最短的過海單 水街去西九龍站 短激也有5公里 最少都實收 六七十塊 其實 五六十七十塊 過海是短激有限的 所以其實 過海其實是蠻好做的 現在就上回這個位置 直走 轉右 就已經是去西九龍站 這個時間到西九龍站 排不排好呢 我決定一會 看看前面的師兄排不排 因為我都不太熟 我是新手來的 不是很熟悉的 鐵路時間 或者是機場時間 那些人 看看前面的人排不排 他又去排 後面的人又跟著我去排 一起去排 結果發現一條龍好像太長 你看看 但是我發現這個西九龍站好像有點問題 你看到很多車在排 但是裡面的客人都在排 各有各排 很奇怪的事情 那算了 趁著自己有點急了 就去一下廁所 那我就想把車拍在這裏 拍在九龍站的的士站這個位置 然後去圓方的廁所 因為我對廁所也有要求 我想去一些漂亮的 拍下之後就繼續去找客 這一帶應該都沒有客 西九龍文化區應該都沒有客 轉出來 看上九龍站上蓋 看看怎樣 在這個位置 等轉燈期間 看看Apps 等下 有客人接客 現在就去海船門 那 以我經驗也是 海船門通常都是短途 不知道為什麼 尖沙咀 旺角 但是這個又不是 海船門去偉業街 那 都算長途 那 那 所以都OK 那經左真道過去 這個就 那 希望左真道 生生生生 就不要太失車了 不過 通常 現在 左敦道很少 好會 好失車的 暫時我都沒有遇過 你說 尼敦道好失車 就失手死了 就真的試過 但是左敦道 通常你走 走最右線 都 都 都不會太慢 你都會留住 這樣去 到這個位置 回到中線 因為過了這個燈位 之後 要中線才可以直去 這裏再靠右線 上橋 再靠右線 因為擔心紅碎的車 你看到紅碎都排了長龍 但是 這個時候 9點到10點 已經排了長龍 嘩 你看到對面那條橋 那些車龍 長到 我真的不敢相信 在這個車龍要等多久 我想都要半個小時 短質都要20分鐘 但是你可能 如果你接到紅碎單 經這條橋這樣去 你排到紅碎的位置 你可能都 都三四十分鐘 真的很誇張 平日真的有這麼誇張的車龍 我現在去找客 現在去找客 去哪找好呢 我一直調整張軍澳的方向前進 因為我知道 早上去張軍澳一定會有客 即是很少我們說去張軍澳會沒有客 前面失死了 我看到 不知道幹什麼 所以我決定 轉左去 再轉右 但是這裡有卡卡的 可能等轉燈 或者貨車拍車 應該都會通的 那麼 這裡位置轉左 一路上 上回 橋 然後就經張溫澳 到 就進入張軍澳 哇 你看看 入東瑞或者去南田那條路 也是很濕 那 那 的士司機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想賺錢 不過我就 不是特別太自在賺錢 不過我想 做多些生意的方法呢 就是 要避開塞車 尤其是平日的時候 走一 避塞車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你一塞的話 你那天的收入 或者營業額 就會很受影響 不過就 要避都避不了 這些就 即是 你 當你 沒有那麼幸運的時候 就算是平日 很暢通的路 都會塞車的 那麼 紅水就100%會塞的 這些中數 反而做一下這些 街客在省口站 排站上了這個省口站 去白城 反而做一下這些 可能 這些默默做短途 可能還會更加好 對比卡在一個塞車裡面 這個省口站 但是也會跳標的 即是省口站出發 就很少好不跳標的 怎麼都會跳下 那我原本都心想 啊 可不可以有些客人去康城呢 但是 無所謂 去白城 那麼現在又接了另一個客人 那就去 去回將軍澳那一頭 去家園 這個屋縣也比較少去的 那就去一下吧 回旋處靠左 再靠左 就經歐明園這條路 然後呢 一直直去這個位 過了馬路 靠左呢 就是的了 在家園 上了一個客人 去智南天的 去回康城那邊 那不錯 去康城一定有客人 那麼 我個人都喜歡 在將軍澳密密做短途 做到真的要出城 那才出回去外面 即是 做到你覺得 可能出去都OK 都不會太失車有生意的話 那麼 再出回去外面 或者你看到一些長途 做到一個好處 都不會出回去外面 如果不是呢 將軍澳是 區內的單 是不斷有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做將軍澳的好處 不斷有單 不斷有單 你看到我剛才排隊很快 或者是 其他 那這個客人 原本就 趕在這個位 其實我知道智南天 就不是這個位 那 那 我就說 其實應該是去另一邊 就是 對 那 在這裏下客人 那 現在一出來 已經有人上車 不過我已經接了另一個客人 那 就為了離開 那 要去領刀 但這裏又不可以直接U-turn 這個位 其實領刀是有點麻煩的 領刀的位置 一定要環保大到這樣進去 你才可以進去 就是 他跟其他看城的其他屋苑不同 所以我們要在進行中 兜一個圈 然後等這個 很麻煩的燈 然後才可以去到領刀 這個客人 領刀是去斯徒拔道 就經東水 那 你剛才看見領刀 領刀是其中一個 康城的可以排隊的的士站 你看到是已經有三輛車在這裏 就是 為什麼這麼快就已經變成車等人 之前我來領刀 很多時候都是人等車的 可能將軍澳都開始慢慢的 生意都少了 然後我看到那個飛跡的apps 我看到我在康城裏 都可以是沒有什麼單 有他 去斯徒拔道 有他 去斯徒拔道 我會經東水過去的 我一直經東水的時候 就 也是想想一下 看看一陣跑馬地 那條隧道 跑馬地上橋 會不會塞車 希望不會 因為 我主要是九龍車 港島的交通情況是怎樣 其實我真的不太了解 但是我知道 有些位置是有機會塞車 例如前面 告示打到這個位置 上 堅拿道天橋 但是你看看 又不塞 但是出九龍 紅遂出九龍 就很塞 現在是紅遂兩邊出入 都是很塞的 那 對 對 那 現在就轉回皇后大道東 再上去斯徒拔道 再上去斯徒拔道 那 你看到 下來皇后大道東的車 都是很多 一直堅持住 形成一條車龍 那 我現在就 部署中 如果一陣子 下完客戶 沒有客戶 沒有Apps 的話 就可能 就會經大坑那邊走 避開這個塞車的車 沒有所謂 先下客戶 在這個玫瑰新村 下客戶 然後 剛好有客戶在附近 先去接客戶 那 去這個 日園 斯徒拔道 44號 那 下回去 尼園 可以避開了 斯徒拔道 的塞車 那麼 這個客戶 我跟著 Apps 就是 跟著 Uber的Apps 跑馬地那邊下 只是 但是其實 如果斯徒拔道 跟跑馬地那邊下 應該是不是 距離是差不多的呢 這個車被人抄牌了 頂住了一條路 我看到附近那些車 也有些是經這邊下 經跑馬地那邊下 因為你看到 剛才 上去斯徒拔道 那個車龍呢 其實是有點長 其實那邊應該會 塞一段時間才來到 這個位置 那 不太知道了 所以 就 這個 走馬馬地那邊 是可以避免了 剛才那種 嚴重的塞車 好 現在差不多來到 離縣了 好 下車 下車 下車之後 看到前車很快就上了 走 那我排一下站 排了5至10分鐘 不太記得了 那竟然上了街客 是由離縣去朗豪方 那 我一上車 朗豪方 我就說朗豪方 那他確定是朗豪方 那他確定是朗豪方 我問他走什麼隧道 那我客人很疏忏 他說沒有所謂 他說 我問他是不是走紅帥 他說 紅帥西碎到 但沒什麼所謂 那 沒什麼所謂 那當然 走西碎會好一點 你不是看不到 剛才紅帥有幾失車 即是剛才一路開來 都看到紅帥 都幾失下 但是 現在看 其實都是失的 所以就 走西碎 然後又可以收傷情 90元 85元 那 作為九龍車的 我真是何樂而不為 真是叫幾好彩 有街客 這樣 離遠 經西碎 去回朗豪方 那 幫我回回九龍 那 就 那 一路經西碎 去回九龍 那 西碎有兩部快相機 拍80 所以那些車都不會太快 的 那 就一出隧道 那 我給了錢之後 那個阿姐就給了一張 呃 是不是 不是啊 他沒有啊 那 那 那我給了100元 那之後就 我現在就剩下兩張100元 今天就拿了太多錢了 現在就剩下兩張100元 那 那 這個車程 由 利縣到朗豪方 呢 就經西碎 大概195元 左右 以我印象中 總車資就是 那 那 如果他給 一張500元 給我呢 我只有兩張100元 那我就要 再用其他散子 去給他吧 即是再加兩張50元 那 那 看看一會兒 那客人給了多少錢 用什麼錢給了 那真的500元 那我唯有就是 給了兩張100元 加兩張50元 那客人就說不用找了 那好吧 那麼你看到朗豪方的的士站 又是大排長龍 那一定不排的了 繼續去找客人 那 去一下 奧海城的的士站 那 那我第一次來的 就是這個的士站 但是我看到之前 好像周不時有些師兄進來 我想是 應該都 有些人搭 才會有些師兄進來 那 一進來是4號 位 很快又有人走 很快又有輛車走 然後 你看到 流動都很快 這個站 又有客人 那我再退遲 又有客人 雖然是短一點 奧海城去YMCA 即是香港青年會的酒店 但是 沒所謂 其實 我對比起 等很久 去接一些長期 我更加喜歡 快上快下 我希望他不要給那些 500元 之外 我找不到給他 那到了27元 他給30元 不用找 那客人說 我猜不到 路程是這麼短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但我沒有所謂 長短 都是這樣做 那 現在 下了客人 去找客人 看到一家匯豐 我先按一下 錢 按完錢 然後 立即有客人 那客人 看到我按完錢 然後上車 他就問我 車是否車 就是窩打路道 去太子站 中間的位置 有上一個人 這個客人做得不錯 有個中途站 但已經一早叫了 中途的乘客 站在路邊 司機 當然很樂意 做這種單 因為他 不用在外等 現在 到達太子站 哇 私家車 撞了鐵騎士 鐵騎士 躺在地上 起不了身 開車 真的要小心 其實做這些司機 尤其是職業司機 就是 一隻腳 插進房間裡 因為你隨時 一枝梳 遇上意外 又很麻煩 這是私家車 當電單車相撞 有時候 沒有客人 或者現在 在找客人 就會想 其實 都沒什麼所謂 至少你是安全地回到家 你又不會撞到人 又不會撞到車 你回到家 這樣 已經算是很幸運 已經算是要感恩的事情 所以 自己心態調整一下 不要經常在看錢 或者什麼 能夠安全回家 已經是 很滿足 現在就去 接拍了 那 就去 呃 我也不知道那條街 有什麼 很多汗車的那條街 你不太記得了 這一帶有很多汗神 那 就 盡量開車 禮養少少少 不要在那裡 開太快 雜人 或者是 就是 建有位 就爬頭 那這裡 這兩個是 學神 人家是 學車 那 是要開慢一點 給點耐性 對了 現在在這個位 就上一刻 去得福廣場 那些學車這個位 通常是轉左 那我轉右 不受影響 他們應該會一直去到 常勝街那一頭 那些學車 那些學車 那現在出回 摩打路 那 之後呢 就走到 阿加路街 就去 九龍灣那邊 那 那靠著這條中線 去到後段 就上橋 就是去九龍灣 那些 其實 開得多 你就知道 要怎麼走走線 就不會走走走線 那些 自尊轉左 自尊轉右 那些 那些剛才的位 就是一邊走中線 這個位呢 就是一邊 右邊的線 就是去偉業街 但是呢 這個位 就真是 不好意思 唉 我記錯了出口 進了左邊 我都跟客人說 說抱歉 不好意思 走錯了 都是記錯了 那客人都沒有什麼 我走出去 真的好不好意思 其實我內心是知道 要去偉業街那邊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客人來九龍灣 就是 例如去Megaboss那邊 或者去 上橋 出去 禮貞那邊 所以 就經常形成了一個這樣的習慣 現在都走錯了 但是幸好那個客人都沒有什麼 那 德福那邊 現在就看到的士站很多人 又是一個老鼠龍的士站 就是你進去又會卡死了 走不出去 所以 我寧願出來找客人 那麼 兜一下 九龍灣 近企業廣場 這邊 你看到企業廣場 也有的士在那邊 那 Megaboss 那麼 我是入錯線的 不過其實都還可以轉回 Megaboss 不過算了 那麼 又接了一個客人 那麼 很短途的 不過隨便 那麼 我就打算做完這個客人 就去吃飯了 那麼 平日 下午 沒有什麼客人 那麼沒有什麼客人 不如拿段時間去吃飯 補充一下體力 等著有人休息一下 好像眾家好 那麼現在在九龍灣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就上過去美羅中心 一公里都沒有 很短 那麼 其實他 在日本的士司機 有句說話 他多走路有益健康 那其實也是的 走路有益健康 不過隨便 他喜歡坐車就坐 沒有所謂 我都是賺錢的 那麼 在美羅中心落客 然後呢 他去吃飯了 那麼 最近Megaboss 推出了一個 拍車優惠 是消費滿100元 就可以拍四個小時 是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日 就是消費200元 就兩個小時 400元 就四個小時 這樣 那麼 我覺得是挺划算的 就是你平日 消費100元 就可以拍四個小時 除非 除非 等於 你拍一個25元 一個小時的時租場 以後再送100元 給你 其實真的很划算 以後 你可以夾兩張單 所以我呢 就 拍到Megaboss 那裏 就去吃東西 再去偉康買些東西 今天抽到100元 便免費拍車了 吃飯 其實很多時候 是很擔心 車子被人抄牌 吃了一個320元 飯 不是很划算的 那Megaboss 這個位置 就可以拍車 好好地吃一頓飯 那吃完飯 就出來 現在就去找客 那 要先去停車場 那 那 現在出去了 那 你看到 這裏的車子也挺滿的 拍得 好像也有 一些 甚至乎一些 我留意都是上班客 是來這裡拍車的 所以 這個優惠是挺划算的 那 那 那 外面看到的士龍 已經很長 排滿了 Megaboss 那 再排下去也沒有意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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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我留意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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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啟德遊樑碼頭那邊 這裡再轉右進去 文儀同醫院再即即走 但是在這個途中被取消了 唯有轉發出去繼續找客人 現在去哪好呢 我的內心就是這樣 不如去將軍路吧 不斷做九龍灣這些短途 好像沒什麼運行 不如上觀塘妖道 去做張君浩那些客人的生意 上觀塘妖道 但是一路看到附近那些得士都有客人 好像只有我自己的吉車進張君浩 這個時候怎樣也有一點心理壓力 不過沒所謂 你一陣可能又會載到一些長途 或者載到好的客人 沒什麼所謂 自己調整一下心態 除了自己和自己對比之外 你也會有時的士司機會和附近的車對比 看看別人有沒有客人 別人有客人 自己沒有 又會令自己有心理壓力 那你唯有自己去調整一下 自己想一下 一些很方便的東西 或者 你又 別人可能很好客人 但可能別人又今天被人抄了牌 你沒什麼客人 但沒有被人抄牌 那就已經賺了 自己想一下如何調整心態 令自己正面一點 我之前都會經常在這裏比較 經常在這裏想想 都很不開心 現在 會自己調整心理 現在來到寶明院 接了一個客人 寶明院去香港眼科醫院 出回九龍城 這裏想要去將軍澳隧道的位置 上將軍澳隧道 準備回旋處 這條路呢 其實我也有個小秘訣 就是一路靠左 左邊的線也是最快的 因為右邊的線是二修日 這個 很常識啦 二修日的車子 撐著進去就會慢一點 左邊的線就會快一點 未必一定是的 有時候 右邊的線都會快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 左邊的線都會快一點 現在就出回觀塘妖道 待會要去到太子道出口 那好吧你看到觀塘妖道 現在已經有很多車了 這個位置 靠左邊的線 下回太子道 然後呢就要去 經亞加魯街去 亞加魯街轉入 露明道呢 就可以去到眼科醫院 不知我一陣子會不會聽到一些醫院客人呢 那好像這些 中數 兩三點 好像是那些覆診時間來的 即是覆診完走的時間 但是你看到 嘩 眼科醫院這裡 只有這麼多車在排的 我實際上 很多都是短途來的 但是有很多車在排的 差不多有七八格 七至八格車在排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眼科醫院那些會長途一點呢 那麼多車在排的 我真的不管了 現在就去接另一個客人 然後就一直經亞加魯街道 直去到尾 然後就一直經亞加魯街道 那麼在近大這個位置 就在聯福道 那麼現在就 載了兩個客人 去香港恆生大學 那麼入一入沙田 看看沙田是怎樣 沙田就是 我都喜歡入的 因為沙田呢 你短的都會跳標 所以沙田去大圍 沙田去大圍 或者 水泉澳去沙田 沙森都已經會跳標了 所以 沙田是一個 蠻好做的地方 就是 那些單位一定不會 $27 不會太便宜 或者你大圍去威爾斯 這樣也最少50-60元 所以就 沙田是 我個人是蠻喜歡做的 剛好在家進去沙田 一會看看 在街上的生意 現在就 照理完這個出口 下橋了 直走 轉右 這個位置就去牛皮沙街 一路去 看到 恆生大學已經有很多學生 排隊 乘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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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排了 又到處找客 我通常會上水泉澳 因為水泉澳的居民 好像比較捨得 乘巴士 乘巴士 這裏就是一個學生的熱點 因為有一條 駕駛學院的路線 就要進入這個位置 所以就會比較多學生 爬到他們的頭 我安全的情況 沒有 因為他們真的走得太慢 我才抽出來 有一個水泉澳去威爾斯 剛好有個位置可以掉頭 這些都是短途期 但是沒有所謂 你看到剛才的的士站 都排了長龍 有短途期 都感癮 都好事 看看威爾斯 急症室外面的車龍 如何 哇 這條龍那麼長 現在的醫院 剛才眼科醫院 威爾斯也是 這條龍很長 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想一下 如果排那麼久 可能都要20分鐘 30分鐘 排那麼長 上過27 真的會影響到心理質素 所以我就知道 我自己是會 想這些 或者是會計較這些 或者是 會很焦急 所以我就 盡量都 不排站 除非我 想休息一下 或者我覺得 那個站也值得排得過 否則 我都比較少排站 現在就去找客人 剛剛接到客人 火炭站 去彩和園 現在先去火炭站 先去 那這裡 下去 就可以去到火炭站 這支旗 都是短短的 去彩和園 不過沒所謂啦 你看到剛才的車龍 多長 有得你密密做也算好啦 這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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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裏 來到進陽村附近 看看市房 怎樣 一輛的士都沒有 好像 有那輛車都在車 我想一陣下去進陽村 都會好生意吧 但是還沒下去 在路口已經有人截車了 就說去縱安 那麼 幾好啦 去縱安夠遠 是不是 但是呢 一陣子 去到某個位置 去到大沖橋路 他就會改去威爾斯 所以不是我走錯的 是他改地點 我才在那個位置調頭 好啦 現在都是 還沒改地點 他還說是去縱安 然後 去到大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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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去縱安 靠左 就經崩徑回到那條路 那在這個位置 紅燈啦 起步綠燈 過了這個位置 他已經跟我說 不如 要轉去威爾斯 那我唯有掉頭 那我就問他是 急靜來平台啦 因為你去平台呢 我想要繞大 大圈 或者是要 多很多時間 急靜 那好吧 那我都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 這樣想去縱安的 因為你去到馬鞍山 你都難一點走的 紅的 紅的 是沙田 容易走一點的 因為馬鞍山有六的 有成的 而且 馬鞍山有很少的位置 被人隨街接的士 馬鞍山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 這樣想去的 那他改去威爾斯 是不錯的 那就是因為他去威爾斯 我就接了另一個客人 那這個客人真的是石門那裏 那這個位置 近日有的士司機在那裏 撞飛了逃人 那要小心一點 剛才那個 第一城站外面的位置 那好吧 繼續去 石門上客的位置 那就看看客人在這裏 那就看看客人在這裏 等一下先 這就 到達了 那上客了 石門去港威大廈 那時候這個時間 已經是3點54分 那這支騎大約要20多分鐘做 那因為他經 尖山去 港威大廈 那加上少少尖 尖山去的實車 那差不多20多分鐘 那就 計算回到達都4點20分 那可能 這支就是我最後一支騎了 因為4點20分 我駕車回到全灣再進去 可能都40多分 50分 那就 那時間不要太猛了 那所以就 我決定了這支騎 最後一支騎了 那現在啦 就落回這裏 出尖山 那你看到車樓 就 都OK的 都多車樓 但是就 又不塞了 你看到今天是真的沒什麼塞車了 但是呢 沒什麼塞車 就密密在這裏做短途 如果長途 譬如 過一下海 小不妙遇到洪水 那就會塞車 那所以 所以有時候短途是不是一定差呢 或者長途是不是一定好呢 那短途密密做 不塞車呢 其實我覺得是 那個心情會是好一點的 因為有時候塞車呢 是會塞到那個人很敏的 那在行日來說做到31支騎是極少數的 那為什麼會是極少數呢 因為我做了很多短途啦 包括是街客好 Apps 也有很多短途 才會有31支騎 而且呢 我是無意想跟任何師兄比較 什麼啦 因為我知道跟別人比較一定不開心的 而且我自己也不會開心啦 所以呢 我就不會說 標頭是多少啊 賺了多少錢 我盡量都不會在影片中說的 免得大家在 互相比較 整件事不太好 那就 差不多到了 來到 近阿士甸島這個位置 港威大廈 轉入海港城這個位置 看到又有的士牌牆和剛才的位置 好啦現在轉入港威大廈 那一等進去呢 都等一段時間 不斷有車在拍位呀 落客呀 哄位呀 那好啦現在落客 落完客呢 就收工 入氣 那麼在港威大廈落客呢 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呢 很近 公路 你看 你這樣來到這個位置 那麼就轉左啦 就經這個地下通道啦 出三仔 就是三號鋼線 那麼呢 很快就可以去到葵聰的啦 那麼那麼快 長沙華 美夫 就好了 去到貨櫃碼頭這邊 那是時候靠左啦 那現在就來到這個位置啦 3號鋼線 落斜位 看看有沒有猜路啦 沒有 那麼車速 合理車速地行駛啦 不說多少啦 合理車速地行駛啦 沒有猜路就可以用一些合理的車速地行駛啦 然後就 一路去 大窩口 石油氣站 即是大窩口老虎仔 那這個氣站 相信很多 九龍反傳彎的 車的傳彎車是會常常使用這個氣站的 雖然它真的 有點貴啦 5.951 1 即1L 即1L 但就 勝在就 以前就常常都要排長龍的 現在就不用怎麼排 那麼總結一下啦 我不講錢啦 但是我講一下這些啦 做了11張長蛋啦 即60元以上的單就11張啦 短單就做了20張 過海就做了4次啦 3次是call車客 2次是街客 那麼call車客有20個 加客就11個啦 街客呢 多數都是短途啦 除了剛才那個過海客之外 以上就是今天的總結啦 歡迎大家留言啦 有什麼想跟我討論都說一下啦 大家記得 Like這條影片啦 以及訂閱我這個頻道啦 如果大家想看什麼影片呀 或者想我拍攝手法呀 或者有什麼改善呢 歡迎大家留言 大家探討一下啦 下次再見啦 拜拜